台东风灾后 许多志工涌入台东帮忙 自发性的举动感动了台东人 为体恤协助尼泊特风灾复原的志工 资本温泉观光发展促进协会 是免费提供了250克的自助式晚餐 邀请志工以及受灾居民 一同享用由饭店准备的丰富餐点 那这次尼泊特台风重创台东 那当然资本地区也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 那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全国各地的志工 投入台东的救灾清洁的工作 那就是因为有了他们 所以我们台东包括资本 可以很迅速的恢复原来的原貌 那为了感谢这些志工呢 那我们资本温泉观光发展促进协会 特别准备了250份的餐点 在今天招待他们 希望他们来用餐 用完餐以后呢 就近欣赏县政府举办的光雕音乐会 那除了志工以外呢 我们也邀请了这个资本当地附近的居民 一些受灾户也一起来用餐 主要是目的是希望呢 在他们辛劳之余也能够轻松一下 当中还有一位远从香港来的志工 第一次来台湾不是来观光 而是来台东协助复原的工作 一待就是好几天 让人非常敬佩 最辛苦还是国军啊 我还看到那个国军的那个 真的是国军子弟 还有那个台南的那个 就好像开的那个大的机具 还有还有开怪手啊 三猫吊车的 然后我们说真的 我们两只手大家都是那种 靠两只手 真的需要那种开那种大型机具的 谢谢香港来的这位朋友 因为他是从那个台湾的朋友的脸书 看到台东需要志工 他就自己买了飞机票 自己这样飞过来到高雄 我听他讲 因为我真的很 真的很感谢 因为飞到高雄 他打1999慢慢的找 找到台东这边过来 也应应7月16号 在资本温泉举办的 资本感恩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让志工们享用餐点的同时 也参加感恩音乐会 透过音乐会一起为台东加油 东台新闻林婉甄赖佳琳 北南乡采访报导